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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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将先收到120万欧元 其余150万欧元将在转会完全达成后付款 不过 截至目前 克里举马还没有收到这笔钱 在接受采访时 克里举马的负责人罗布森证实 他们确实还没有收到分成 俱乐部现在很冷静 因为在哥德斯的转会过程中 没有任何玫瑰操作 我们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 罗布森表示 同时他预计 等月克里举马将获得哥德斯的转会分成 这笔钱大约是500万巴西雷雅尔 不过 克里举马官方也警告说 如果在8月份 克里举马仍然无法收到这笔钱 他们有权中去哥德斯的转会交易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 哥德斯加盟鲁能的转会将已失败告中 他或将提前返回巴西 按照转会的一般惯例 当初鲁能是与帕尔梅拉斯协商引进哥德斯 如果鲁能付了全款 那么应该由帕尔梅拉斯将转会费分成拿给克里举马 因此 理论上鲁能对此并不需要太担心 不过毕竟先是球员的归属 希望本月能得到一个妥善的解决 阿尔高 相关推荐 鲁能世界控球率40%场面被动保守 因球才是硬道理 央视 鲁能又好格德斯是关键军进 到终于爆发太不容易 格德斯脚后跟妙传家 不许造乌龙塔神府冲头 垂住鲁能力转